Hello大家好 巧克力现在还在得亲 那昨天本来是准备离开的 但是在车厂呢 遇到两位非常有趣 非常热情的站住老乡 然后他们要请我吃饭 所以呢 就又多停留了一天 在站住老乡这里呢 我是听说了他们一些很好玩的故事 当然这边的民风民俗一些 他们呢不方便出镜 所以呢我们就听他们讲就好了 边吃边聊来吧 三兄弟娶了一个老婆 是从西藏那里娶过来的 三兄弟娶了一个老婆 但他们的生活很融洽 很饥乐中有很幸福的一家 就是在你们站住这边 基本上都是男士可以娶多老婆 女的可以娶多老公 多老公 还有他们就说要 比如说老大要那个的时候 要在门口挂个信物 挂个帽子 帽子也可以 他经常戴的帽子也可以 或者他的衣服也可以 那如果说老大老二老三同时想 同时不会挂出来 那我也没有察觉两兄弟都挂了 老大今天要挂的时候 先要看看老二老三的门口 有没有挂着 如果有挂着他就过去挂了 如果没挂 谁先挂谁再挂 还要比速度 对啊 大今早6点钟起来挂 三兄弟都心情不好 男的三兄弟都挂出来了 就要等老婆翻牌了 翻水的牌了 要等翻牌 我不知道这这样说 这样说这是算幸福呢 还是算 这这叫做什么 至于幸福还是不幸 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 如果受过高等教育的 都不会接受这样的回应 他们三兄弟同时娶了一个媳妇 老大300头和黄牛 然后老三在做工程 然后都特别有钱 但是呢 却 你到他们家庭 去看一下他们所住的房子 就是老师的葬式的房子 就说那么有钱了 然后为什么不请个保姆 这也是封建思想吧 女在我们藏族 藏族的以前的家庭里面 女人的地位很低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女人是不能上桌的 女人是绝对不能上桌的 而且是必须是男人吃完以后 女人才能吃 而且她不能上桌 现在可以啊 现在可以啊 现在平等了 现在都一起坐在一起吃了 以前 不是 以前的封建思想就这样 就是娶老婆就是 把家里 你离我外打理好 我呀 就像你离你离过 非用一样 用人一样 这一天啊 就是请了个保姆 请了个保姆 她就是自己工具可以 看保姆的 男人是 负责在外面 把钱给了 那就是说三个人同时赚钱的话 都是拿给老宅 全部拿给老人管理 那就是说老人不能管理 或者走了的话 那就看三兄弟弟 最能看的那个 不叫给媳妇吗 我也不行 媳妇越来越管理 都喜欢这样的管理 在我们那边 很多都是喜欢管理 在你们那边 在我们这里是营地之一 我们这里的习俗是这样 那就是所有赚的钱 媳妇可以随意花吗 你要买什么 从你的头上到你的指甲盖 用金子包上 都可以 只要有钱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不觉得重 可以包上 你没见到 中间就是我们要穿赚装 它穿起来的时候比别人都会费 因为都 到处都是经常赚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就是不能管钱 嗯 藏族人又喜歡金子 藏族人喜歡現印度人 對金子這樣舉手之中 藏族人也是喜歡金子 特別喜歡金子 因為他平時帶著金子去練都追出 那時候是那女 她老婆 那個吊豬隊這麼大的一個 還喜歡掛在外面 還有麻老那些 各方面的 有 她家有 我就不能理解了這麼有錢 為什麼不能騎一個保姆 她家昨天的我 我拆子叫什麼 我騎 還有我叫什麼 大腦路 還有 還有皮卡 還有娃姬 還有長餐 還有開菜 我拆子她家一拔下來的時候 拔出的名牌 這位有錢 但 說句話 他有千萬上億的資產 他不會花 他不會去花錢 他不會 不知道怎麼去花錢 不知道怎麼花錢 對 因為文化限制了他的消費 我也想叫來販族 去年 去年老大來得錢 來得錢的時候 來限制 來限制的時候 他問我 他的手機率有多少錢 他要直接 要打花錢 去購物 我去了 去出來以後 他問我 日益有多少錢 我看了一下 七十多 啊 怎麼只有這麼一點 哈哈哈哈 不是 不是 我告訴他 還有七十多 怎麼 還有 只是這麼一點 哈哈 我想加來加佐 幫他們消費 哈哈哈哈 這給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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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你們兩兄弟 哈哈哈哈 重點是要你們老婆同意 老婆嗎 老婆嗎 哎呦 老婆想做事先工作 我得去一個 哎 不過說實話 我覺得 贊助的女人真的好大度呀 就是 怎麼能做到不吃醋的 為什麼要吃醋 吃醋是什麼 我不懂啊 那誰都希望 自己的男人或者女人 是一心一意的愛自己的 誰會希望夠想 愛 是發自內心的 不是說是 用身體去那 身體有靈魂是兩個事情 我們 猪鬼是靈魂猪鬼 還不是身體猪鬼 我們是身體猪鬼 還不是靈魂猪鬼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是身體猪鬼 不是靈魂猪鬼 他昨天明明 明明聊得很好的 然後今天啥也不願意說 你炸的燈子 我冰雞啊 我到時候變身就行了 我又沒拍到你們倆 我就拍到我自己 我想知道 以前你們倆兄弟 就是 一個老婆的時候 就是 如果說你老婆陪你弟弟睡 你心裡面會有不爽嗎 沒有 一點都沒有 會變成清醒 從愛起 然後就 也是要為 清醒 老婆就 是 就是自己的 妹妹 妹妹 他也和我哥哥啊 我老婆 和我弟的名字 然後是 當大的為哥哥 那 那你兩個小孩 咱們像誰 一個 一個像我 一個像我弟 然後他們都叫你叫爸爸 對 然後 不能叫你弟 叫爸 嗯 叫叔叔 幾位叫叔 嗯 那 但是我們不會說 如果他還是 大的那個 叫他 爸爸 那以後 就是你弟這一輩子都 沒辦法 就是 有小孩叫他爸爸了呀 是啊 一夜 一夜 會孝敬啊 一夜 一夜 老了 只是不叫爸爸 也是自己的孩子 是不是 這個 稱呼不重要嗎 稱呼 還是重要的吧 媽 嚇死我 媽 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在這個世界中 我最想知道的是 女主人的一個心情 她 到底是幸福呢 還是不幸呢 如果換成是你們 讓你 一個人 嫁三個老公 你可以願意嗎 好吧 現在飯吃完了 準備回去 吃一頓飯真的是要被他們倆笑死了 臉都給我笑疼了 當然 民風民俗呢 每個地方都有不一樣的 我們尊重就好 就是有時候了解不一樣的風土人情 挺好的啊 好吧 也回去收拾收拾 差不多準備出發了 呼吸 大約 大約 勤力